解读经典 洞期世界 在上一期节目我们一起看到 小王子因为无法接受花儿的欺骗 离开了自己的星球开始旅行 针对这个部分我留了几道思考题 在此我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第一 小王子说 要每天检查防止长大的猴面包树是指什么 它是指各种可能膨胀的欲望 每个人的内心能容纳的东西并不多 如果不加甄别 任凭某些坏的东西不断膨胀 内心就会失去控制 继而失去自我 所以我们必须自律 每天认真检查 不放过一个坏的萌芽 这跟儒家强调 每天自我检讨的思路是完全一样的 第二 在沙漠中逃生 不是最重要的正经事吗 为什么小王子会责怪小配没看清楚问题 心中有爱是我们活着的最大意义 一个人没有爱的目标 失去爱的能力 那剩下的就是行尸走肉 所以关心别人比光顾着自己更加重要 第三 小王子说只会算账的红脸先生是蘑菇 什么是他说的蘑菇呢 老杨从生物学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蘑菇是没有性别通过孢子繁殖的生物 对比花来说 这种生物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美 既没有感情也没有生活乐趣 第四 这朵花说 小王子跟自己一样都很愚蠢 花的骄傲自大我们都看到了 但是小王子为什么愚蠢呢 这是因为小王子也一样很骄傲 不然他就不会因为看到花对自己撒谎 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就想离开自己的星球 哪怕这朵花爱他 他也爱这朵花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骄傲 也就是所谓自尊 它是我们的保护罩 正如小王子前面自我忏悔时说的那样 我们本应该根据花的行为 而不是语言来做出判断 花虽然欺骗了小王子 但它这么做 只是为了吸引小王子的关注 在骄傲和感情中间 小王子和花都选择了骄傲 虽然花觉得他们都很傻 但是都没有回头 下面让我们接着读书 小王子又到了第四个星球 这里住着一个企业家 他就是前面说的红脸先生 他很忙 根本没有时间搭理小王子 小王子提醒对方 他的烟卷熄灭了 可是对方根本不理 而是一直埋头算账 这个人怕一切打扰 他的时间都要花在正经事上 那什么是他说的正经事呢 就是算账 锻炼身体和保持严肃 他在算什么呢 算天上的星星到底有多少 因为他觉得这些星星都是属于自己的 小王子问这个人 拥有星星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人说 既可以证明自己严肃认真 也可以把它们存在银行里 证明自己有能力 小王子认为这很好玩 但是并不是正经事 他对企业家说 自己有一朵花 他天天给花浇水 自己还有火山 每个星期都会去打扫 拥有花和火山是有意义的 因为自己天天都跟它们在一起 而够不着的星星完全没有用 小王子认为 如果我有一条围巾 我可以用它来围着我的脖子 并且能带走它 如果我有一朵花 我就可以摘下我的花 并且带它走 因此围巾和花是有意义的 但是那些自己完全用不到的东西 就像是天上的星星 把时间花在追求这些东西上面 完全没有意义 接着小王子又到了第五个小星星 这颗星球更小 小到只有一个人和一盏路灯 虽然小王子不理解 在这个星球上 点燃和熄灭路灯有什么用 但是他觉得 这比前面几个星球上的人 还是更有意义的 因为点燃路灯 就像是增加了一颗星星 或者是一朵花 这个世界因此有了一点不同 小王子问这个点路灯的人 为什么要不停地点燃和熄灭路灯呢 这个人说是为了命令 而且还说 按照命令他必须在早上熄灭路灯 晚上点燃路灯 可惜这个星球越转越快 每分钟就要点燃熄灭各一次 自己没法休息实在太累了 小王子欣赏对方的忠诚 所以他告诉对方一种休息的方法 那就是 不断慢慢向着太阳的方向移动 这样就永远是白天 不用再点灯了 可是这个人听不进去 他说自己只想睡觉 小王子认为 这个人并不可笑 因为他关心的是别人 而不是自己 他对这颗星球有点留恋 但是让他最留恋的 并不是这个点灯的人 而是那个星球 一天1440次的日落 你还记得 为什么小王子喜欢日落吗 因为他很苦闷 越苦闷就越想看日落 小王子又到了第六颗星球 这个星球比小王子的大十倍 上面住着一位老人 他在写一本很厚的书 小王子问他写的是什么 老人说他是一个地理学家 但是哪里都没去过 因为他觉得去现场考察 不是自己的职责 老人询问了小王子的情况 他不理解对方提到的那朵花 也不想记载这朵花 因为花是短暂的 他认为记载短暂的东西是不严肃的 小王子问老人 即便是熄灭的火山也可能复苏 那么什么叫做短暂呢 老人说 不管火山怎么活动 山的位置都不会改变 而一朵花可能很快就消失了 小王子突然意识到一个错误 甚至有些后悔 那就是花的生命是短暂的 而且他只有四根刺防御外敌 可是自己却把他独自留在家里 小王子一边想着他的花 一边离开了这个星球 来到了地球 地球比小王子去过的 任何一个星球都更大 这里有很多个国王 很多个地理学家 很多个企业家 很多酒鬼 很多爱慕虚荣的人 还有很多点路灯的人 虽然地球上的人很多 但是大多数都很自大 其实所有地球人站在一起 也占用不了多大的面积 但是他们却总想要站更大的地方 小王子到了地球很奇怪 因为他一个人也没看到 只看到沙漠里 有一个反射着月光的圆环在蠕动 那是一条蛇 小王子对蛇打招呼 问这是什么地方 蛇说 这是地球上的非洲沙漠 小王子仰望星空 对蛇说 这些星星之所以闪闪发亮 就是在帮助每一个人 找到自己的那颗星 小王子说 看到了自己的星球 它就在头顶上方 可是太遥远了 蛇说 星星很美 它问小王子来地球干什么 小王子说 这是因为它跟一朵花 闹了别扭 小王子问蛇 地球上的人都在哪里呢 因为它感到 在沙漠上有些孤独 可是蛇却说 到了有人的地方 也一样孤独 也一样孤独 蛇在中外文化中 都有复杂的寓意 在西方 关于蛇最著名的故事 就是伊甸园的传说 是蛇让亚当夏娃 吃了苹果 从而看清了整个世界 而这里的蛇 也很有智慧 它能够理解感情 蛇说 有人的地方 也一样孤独 这句话跟电视剧 《东京爱情故事》里的 一句话非常相似 那句话是 我寂寞 不是因为没有朋友 而是因为某人不在 很多年以前 我曾经用这句话 作为论坛里的签名党 小王子长时间 看着那条蛇 说它是个奇怪的动物 非常细小 可是蛇却说 它比国王的手指更有力 还可以把人带到很远的地方 接着就盘绕成一个金环 绕在小王子的脚腕上 说如果需要 它可以帮小王子 回到自己的星球去 小王子在沙漠里行走 看到了一朵不起眼的花 小王子问这朵花 人在哪里呢 花说 它几年前见过几个人走过 因为人没有根 所以没有固定的地方 小王子又爬上一座高山 他本以为爬到山顶 就可以看到整个星球 然而却只看到锋利的悬崖 小王子对着山呼喊 说自己很孤单 而大山通过回音 答复小王子 他们也一样孤单 小王子觉得 地球跟之前的几个星球 一样奇怪 而他更想念家里那朵 总是先对着自己 说话的花 小王子走了很长时间 终于发现了一条大路 他看到一个玫瑰盛开的花园 玫瑰们对小王子打招呼 他们都跟小王子那朵花一样 小王子很惊讶 问他们是什么花 花们回答 自己叫做玫瑰 这对小王子造成很大的打击 因为他一直相信 自己的那朵花 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 他想 如果自己那朵花 看到这个花园 一定会非常生气 因为他害怕被别人耻笑 小王子也意识到 自己原以为 拥有的是一朵 独一无二的花 现在发现 其实很普通 而自己的星球 也很小 自己并不是什么 了不起的王子 于是他伤心地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 跑来了一只狐狸 他主动向小王子打招呼 小王子赞美了狐狸的美 然后说 自己很苦恼 想跟狐狸一起玩 狐狸说 自己现在还不能跟小王子玩 因为他还没有被驯服 小王子问狐狸 什么叫做驯服 狐狸说 他就是建立联系 然后说了狐狸的名言 我的生活很单调 我捕捉鸡 而人又捕捉我 所有的鸡全都一样 所有的人也全都一样 因此我感到有些厌烦了 但是 如果你要是驯服了我 我的生活 就一定会是欢快的 我会辨认出 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 其他的脚步声 会使我躲到地下去 而你的脚步声 就会像音乐一样 让我从洞里走出来 再说 你看 你看到那边的麦田没有 我不吃面包 麦子对我来说 一点用也没有 我对麦田无动于衷 而这真使人扫兴 但是你有着金黄色的头发 那么一旦你驯服了我 这就会十分美妙 麦子是金黄色的 它就会使我想起你 而且我甚至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 请你注意 驯服是这本书中最关键的一个词 也是我们理解情这个词的钥匙 小王子登上大山 看到玫瑰花园 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 因为曾经以为的独一无二都是假的 但是狐狸重新定义了独一无二 每个人的脚步声貌似相同 其实不同 麦子虽然都一样 但是看到的感受并不一样 事物本身是否独一无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感受 是感受让事物变得独一无二 狐狸说完话 长久地看着小王子 然后请小王子驯服自己 小王子说 自己很愿意 但是时间很有限 他要去寻找朋友 还有很多事需要去了解 狐狸说 只有被驯服的事物才能被了解 只有被驯服才能成为朋友 这又是一句至理名言 为什么大多数人 一生中真正的朋友没有几个 为什么酒肉朋友 根本不能算朋友 就是因为彼此并没有被驯服 我们整天都把时间 放在寻找朋友 和了解新鲜事物上面 但如果这个过程中没有驯服 所有的一切都是浮云 我们既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也不会有真正的了解 为什么老杨会放弃 前些年曾经流行的 一年读52本书 转到了用几年时间 认真读一遍《红楼梦》 其实也是为了这种驯服 小王子问狐狸 他应该怎么做 狐狸说 这需要非常耐心 开始你就这样坐在草丛中 坐得离我稍微远些 我用眼角瞅着你 你什么也不要说 话语是误会的根源 但是每天你坐得靠我更近些 而且每天都要在固定的时间来 因为如果你下午四点钟来 那么从三点钟起 我就开始感到幸福 时间越临近 我就越感到幸福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 我就会坐立不安 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 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 我就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 应当有一定的仪式 小王子问什么是仪式 狐狸说 他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就这样 小王子驯服了狐狸 可是小王子并不能长久陪伴他 他还要去别的地方 狐狸说 对方不在的时候 自己一定会哭的 小王子说 这是狐狸的错 因为自己本来并没有想驯服他 更没有想给对方带来痛苦 这么做 狐狸又有什么好处呢 狐狸说 有好处 因为今后自己看到麦子 感受再也不同了 狐狸建议小王子 再去看看玫瑰花园 那个时候 小王子就会知道 自己那朵花是独一无二的 小王子听了狐狸的话 又去看那些玫瑰 他突然发现 这里没有一朵玫瑰 跟自己的完全一样 因为 彼此都没有被驯服 小王子对这些玫瑰说 你们很美 但你们是空虚的 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 当然 我的那朵玫瑰花 如果碰到一个普通的过路人 他也会以为跟你们一样 可是 对我来说 他单独一夺 就比你们全体更重要 因为 他是我浇灌的 因为 他是我放在花罩中的 因为 他是我用屏风 保护起来的 因为 他身上的毛虫 是我除灭的 因为 我倾听过 他的哀怨和自诩 甚至 我还聆听过 他的沉默 因为 他是我的玫瑰 看完玫瑰 小王子回到了狐狸身边 对他说再见 狐狸说 只有用心 才能看得清楚 实质性的东西 用眼睛 是看不见的 正因为 你为你的玫瑰 花费了时间 这才使你的玫瑰 变得如此重要 你现在 还要对你 驯服过的一切 负责到底 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 今天留给你的思考提示 第一 企业家天天数星星 指的是什么 第二 点灯人是指谁 第三 我们是不是 应该像地理学家一样 忽略那些 短暂的事物 第四 小王子看到 玫瑰花园 为什么会哭 欢迎分享你的答案 在下一集 我们将看到 这个故事的大结局 替过来的 听时您好 小请不吝点赞 教育